你幾歲出道 我21啊 我正式出道我是18啦 人家那種四五歲就開始在 那妳才出道兩個月而已啊 還是要說出道兩小時 剛出道兩分鐘 你知道我剛剛 親朋看他們兩個 你知道我心臟就會一種 一種很多感動你知道嗎 我當時認識他們的時候 他們就是真的是這樣子啊 妳有跟他們演過戲 有 他們都是坐在我大腿上的 對 那現在是 現在是這 可以告妳了 現在只是覺得我好成熟啊 歡迎佩傑 宇豪 謝謝 好強喔 我覺得等一下我們可以表演一下 就所有人一起哭 十秒掉了耶 要不要壓力那麼大 然後宇豪今天也帶來 我跟妳的合作的照片 我好想看一下 這個古裝嘛 你看那個 那麼小隻就是宇豪 對 妳完全沒畫那麼黑 是不是 你看那個幾眉弄眼 多油膩啊 這個時候好很多 這個時候自然很多 八號當鋪那時候 對 而且那時候宇豪才幾歲 古裝的年紀比較小 那時候八號當鋪是 我那時候大概八歲或九歲吧 你說八號當鋪的時候 八號當鋪沒有 八號當鋪已經國中了 國中 也是很不容易 這個大概是幾年前的時候 這個大概換算現在 大概二十二三年前 對 如果二三十年前 你告訴我說 會不會建議你家小朋友當童星 我會真的不建議 因為我覺得最基本 他們連覺都睡不好 對 沒睡覺 對啊 那你們怎麼撐過來的 我覺得我比其他童星 好運一些些 因為我是雙胞胎 所以 帶打 對 他們超壞的以前 我們兩個拍同一部戲 我每次沒得睡 他每次動不動就換一個哥哥來 換一個弟弟來 他們就輪流 你知道嗎 超不公平的 一人分飾兩腳 他們是兩人分飾一腳 對 到後來變成說 大家都知道我們可以嘎了 就給我們更多的戲量 對 所以其實差不多 在真的國小的時間 最巔峰的時候 譬如說 佩傑她同一的時間 可以嘎四部五部戲 但我跟我哥哥加起來 可能就要嘎八部或九部 對 對 到後來也沒有變得比較輕鬆 我想問一個比較現實的 就是 你們錢有存起來嗎 有啦 是有啦 媽媽有幫你們存起來 有有有 我是姐姐啦 小時候都是姐姐在帶 我跟哥哥演戲啊 參與節目的部分 OK 後來有留給我們 那長大怎麼花在 叫看個人 對 還有下一位 我們來看一下她的作品 所以 Alan是你的 爸爸 對啊 這個頭髮 大家太印象深刻了 不是 她就是這個頭髮紅了 對啊 對不對 我是 更發現到她那個小孩大人 她那個戲演真好 姐姐對不起 放心啦 沒事 剩你的保鏢 如果因為你是Alan的兒子 就不跟你玩好 但是我有個條件 就是你以後 只能繼續叫我姐姐 不准叫我阿姨 不然我就不理你囉 姐姐 姐姐 歡迎第四位 陸泉銘 長得到 頭髮沒變 只是剪短 還沒變 更剪了 整個長大了 那時候是幾歲 那時候好像 五六七歲 我沒有什麼印象 還沒念小學啦 還沒還沒 那現在是 現在高一 升高了 她的聲音感覺 在就像變身的那個階段 對不對 這樣看起來 好像目前變 最多的轉換 是她 是她耶 因為她整個超高 對 但是頭髮變短了 但我今天看到她 這個還是這種卷卷頭 我就覺得 好適合你 她長得好像 也變Man起來了 有沒有 對不對 對 而且跟她合作的女主角們 都結婚生小孩了 對啊 怎麼出道的呢 一開始都是我哥在拍 然後我哥在試鏡 我哥在拍戲 然後我就很常陪她去 然後劇組就有看到 然後就有問說 還是我也去試試看這樣 然後就 那時候第一次試 好像就有上那時候 你哥被刷下來了嗎 被弟弟幹掉 所以這邊告訴大家 一件事情就是 你以後要去試鏡的話 找一個人 說你去試 我陪你去 對 大家旁邊的都會中 對 好奇怪喔 這是緣分 我覺得這是緣分 我這個戲剛好 就是跟天心姐 同一部的山水有相逢 因為那時候跟 晨光爸爸 張晨光演 《乞丐》 然後因為我的戲路變化 就很強 就是無家可貴的小孩 就是先從乞丐 然後發現是千金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 我們就扮成乞丐 都化髒 然後穿得破爛什麼的 然後晨光爸爸 是戴那個光頭的頭套 就好像就是騙子 要去化園的那種騙子 然後我們就在路上 要演被警察追著跑 然後過馬路 然後記得那個 很長的一個馬路 然後我們就是被追 然後跑 然後就有一個路人 真正是路人的人 他就突然間 就把晨光爸爸給攪拌倒 然後也把我手這樣 往後這樣一勒 然後就想說 怎麼有這一把 因為鏡頭是很遠 然後這樣一勒 然後那個路人就說 就跟那個警察說 什麼這邊這邊 就幫他抓到的意思 然後情況本來就 也嚇到 我也嚇到 然後我們就 就那個警察過來之後 因為他不是真的警察 他也沒有手銬什麼 他就說不好意思 我們在拍戲 然後那個路人 就看鏡頭在哪裡 然後很遠 很遠的那裡 然後他 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就 對 他有見小燈想起的感覺 他就說什麼 他們幹嘛浪費我們時間 什麼的 他說 因為把我們辦的早上 他說對不起 對不起 但是他也從頭到尾沒有認出 是張晨光跟我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們就一直跟他道歉 然後他就 他就邊走 邊回頭 然後邊罵 然後還是有點不相信 我們在拍戲 就是路人的見義勇為這樣子 對 但是也讓我們印象很深刻 就是路人比你們入戲 因為以前他拍戲不容易 同樣我同一部戲也是 我們在公園一定都有打嗶的戲 對 我也被路人罵 因為以前保守 很保守 我們怎麼在拍戲 他說 還是被人在那邊 打瓶狂 我們在親什麼嘴 被罵 我拍我第一部戲的時候 就是小孩大人那部 就是那時候我媽就跟我講說 你要去拍戲什麼的 我就覺得就是 就覺得很酷啊什麼的 就沒有想那麼多 然後結果我想說 怎麼車一直在開 怎麼開那麼久 結果就開到山上去了 然後想說 怎麼在那邊拍 結果我印象中都是在棚內之類的 就小時候自己想像的時候 然後 就跑到那邊去 然後一開始沒怎樣 就是拍幾天都還蠻順利的 然後結果就有一個戲是 我要挖地瓜什麼的 然後就要翻那個圖 然後 就是我小時候很 很不喜歡有蟲什麼的 然後就翻那個圖 結果就很多蟑螂 一直跑出來知道我什麼時候 然後我就說 這個很可怕什麼的 然後導演就說 沒關係啊 那蟑螂很乾淨啊什麼 然後上帳都很乾淨 亂講 導演都亂講 來 如雪 妳是跟什麼蟲 蟑螂 也是 真的就是蟑螂 真的蟑螂嗎 對 那部戲是妹妹 然後我覺得第三胎 然後就是一個 一個蠻可憐的角色 那 那所以我的媽媽跟兩個姐姐 看到蟑螂 全部跳在沙發上面 然後他們一直狂尖叫 然後要我去踩蟑螂 把牠踩死 然後他們那時候 真的是用一隻 真正的蟑螂在那邊 然後他們還要拍 踩下去那一幕 所以它有一個那個 一爆開來 對 爆開然後 妳要踩很多次 其實不是我踩 是別人踩 沒有 沒有人被說過 就是 長歪了 我有被說過 妳是不是長大了 妳真的是變一個男人 有男人的感覺 有時候會有一些新聞報說什麼 童馨長大什麼的 就會有人有人說什麼 欸 長歪了 小時候真的不能長太可愛什麼的 我覺得他現在還是帥啊 很有自己的樣子 很棒 那你呢 未來什麼計畫 就是最近有最新的 所以是 未來的計畫是想要再繼續 拍戲 對 有時候我被講過 就是 身高的問題 哎呦 為什麼 因為我可能就是 小時候睡眠比較不足 然後 我大概從 五六歲就開始 有開始碰咖啡 但是一點點一點點 因為那時候 也不行吧 因為那時候是拍八點檔 然後又加有電影在 所以就是 很長班班拍 對 就是 沒有什麼時間可以睡覺 然後就很累 然後那時候就是 真的累到不行 然後 我媽媽就說 大人都喝咖啡提神 我就說 那我可以喝一點點看看嗎 然後我想要就是 不要那麼累這樣 然後可能就是 太早接觸這些東西 所以 我身高好像在 國一之後 就沒有再長過 那OK吧 沒有渡過一六零 那你這麼快嗎 我以為我可以講到 大概一六五左右 我以為我可以講到 兩百公分啊 哈哈哈哈 我以為 不要講到人家 為什麼要 一六四女生 最好看的比例啊 什麼的 好 那我也要講到 一六五左右 然後就還有 很遠的一段距離 沒事啦 就無所謂 反正我現在 一八三也OK 好棒 被發現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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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